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吉隆坡市中心的面积不算大 不塞车的话 开车基本上20分钟内就可以到很多地方了 如果嫌弃吉隆坡市中心太繁华 亦都可以在这里满家乐区买楼 区的尺价差不多是800至900元马币 差不多是1600至1800元港币 而且这里亦有很多外国人聚居 家长们也很喜欢这里 因为附近有三间国际学校 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 出名学费不贵 而且和英、美、澳等国家的课程限接 学生出国深措也不难 近这五年 门家乐区新楼越起越多 日籍人士都喜欢在这一带聚居 带你看看那一区的二手单位 面积1448平方尺 现在叫价是130万马币 大约是260多万港币 平均每方尺卖1800多元港币 单位入房五年 保留交楼时送的厨房设备 家具亦算新正 基本上即时就可以住了 客饭厅年开放式厨房 是属于长方形 三间睡房分布在厅的两边 黑了走廊位 本应就是几件小的 但是这款开脊 亦是局限了家具摆位 好不好洗就见仁见智了 主人套房也不小 有个大型的入场衣柜 还可以三边下床 屋主还做了一个通透的洗手间 而两间客房 其实摆放大张一点的床都可以 还剩下不少空间 我看是多些地去买 如果你说有钱的话 你真是有机会去买地去发展 这里的地便宜很多 你去香港去英国是很贵的 所以还有机会 Aman在英国修咸顿长大 三年多之前 和马来西亚籍的太太结婚 之后来了吉隆坡定居 还做了发展商 他在起得如火如土的 吉隆坡国际金融中心区 TRX附近 投资着一个集商业 零售和住宅的项目 他相信 连接新加坡和吉隆坡的 新马高铁开通后 低水的吉隆坡楼价 会有比较大的升值潜力 吉隆坡现在市中心 还有很多高高高铁楼上来 所以你看到房子还是很快 他们正在计划 新加坡过来吉隆坡的快铁 他们正在计划 希望它是2020年开始 那时候他们说 会有90分钟到 其实很方便 到时候你看吉隆坡和新加坡 是两个twin city 你可以在新加坡住 或者吉隆坡住 在新加坡做工 肯定会拉其他生意入来 所以那些大公司 肯定会来马拉西投资马拉西 Aman就是住在满家乐区 三年前买入的 这个2500多尺单位 累计到现在 已经升值了一成半 他也打算再投资住宅物业 也建议选择楼花来买 如果你看马拉西的项目 你早期买 即选择买 到期号 我认为平均有30% 到时候如果你出租 你的价值就高一点 英国的价值 听说现在 2至3%左右 而且这里 你也有机会拿到56 肯定吸引 我们隔山买牛 最怕是给了钱 但就收不到楼 不过在马拉西亚 遇到烂尾楼的机会 就不是那么大 因为发展商在楼花期的时候 不会要求你一次过付钱 而是根据建筑的进度 分十期来付钱 好像是签署买卖合约的时候 先给楼价一成 之后就按住建筑的进展 例如结构 门 窗 渠管铺设 水电 交楼日期等 逐步绞顾楼价 到了业主收楼之后的两年 发展商才会完整地 收到楼价的全部款项 至于印花税方面 基于外国买家 有入场费的门栏 以吉隆邦为例 需要买最少100万马币以上的物业 所以印花税税率是3% 外国买家在马来西亚卖楼 都是要给资产增值税的 五年内卖了一层楼 税率高得多 达到三成 如果持货五年以上 就要给5%的资产增值税 今天带大家去一个地方 五角下未必整天想去 但久不久去都无妨 不去不知道身体好 看外貌就觉得 他好像整间酒店似的 开股了 这里是马来西亚市中心 最高级的私家医院 地下大堂就和商场没什么分别 私家病房的面积都很大 仲持有房 给亲友和保镖休息 拥有国际级水平的医疗设备 也有做物理治疗的水疗池 为何向大家介绍医院呢 原来大马医疗旅游是很出名的 政府在09年起大力推广 国际医疗期刊 亦都在去年 将马来西亚评为最佳医疗旅游的目的地 优势是医疗水平 可以比美西方国家 医疗费受到政府的管制 价格具有竞争力 而且对国内外的人士 收费都一视同仁 举个例 对了 这间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45至60岁人士是收费最贵 男士和女士分别收费是3600港元 和4000元港元 下次去旅行 有时间不妨查一查吧